去年五月底疫情指揮中心放寬規定 只要快篩陽性就視同確診 有保防疫險的民眾也已出現兩條快篩試劑身形報廢 但卻有人踩到法律紅線 同學去年有兩名高中生因為確診在家太無聊 竟然一翔天開拿著快篩試劑到網路販售 拍賣平台網頁標價一個一千元 還強調外包裝已經消毒過多層包裝 不管請假出差都能安心使用 兩名確診同學在居隔期間想說要賺點零用錢 就在平台賣自己的陽性快篩盤 沒想到還真的有人下定拿來申請防疫保險金 其中一家三口因此詐保二十萬元 另外還有三名保險業務員靠著個人投保 以及公司團保成功詐領十五萬 檢方調查申請保險金的一共有十一人 詐保金額高達八十八萬元 走在第二位的就是其中一名保險業務員 利用自己的保險專業投機取巧 執法犯法最佳異等 而知其事件之所以曝光 就是有民眾檢舉有人在網路販售快篩盤 沒想到一查不得了 這十一人當中有三人 警察是保險的業務員 那此等的行為 嚴重的違反防疫的安全 以及金融市場的一個秩序 兩名高中生表示 他們只是想給其他人作為請假使用 也沒想過有人會因此拿來詐保 他們最後也因為涉嫌違反 幫助詐欺罪喊送少年法庭 繼續為許家瑞張洁蘭財寶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